918大震之后 台铁在今天顺利抢通了花莲万里西桥 民众可以从花莲一路搭乘区间车到玉里 多省下半个钟头的时间 不过玉里到复离铁路这一段是还没有抢通完毕的 还是必须以累火车的方式来接驳 也就是整个花东铁路交通 预计还要半年才能恢复全线停车 火车启动918震后 经过持续的抢修 台铁宣布30号凤陵至玉里路段也恢复行驶 一早就有民众来搭乘 之前要坐接驳车到玉里要花多久的时间 花一两个小时 那你回来也是一两个小时 是是是 那现在有这个接驳车的话呢 那现在有这个火车可以直达玉里 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花东地区正后铁路多处受损 经过台铁抢修30号区间车从花莲 可以一路搭乘至玉里 不过玉里到台东复里18.8公里的距离 还是要以公路接驳 管理稀巧啊这个已经想修完成了 那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 取消这个花莲到台东的这个类火车 那台铁的部分呢 从花莲可以通到玉里 复里台东端呢 这个已经是通车的状态了 那这个玉里到复里间呢 我们用公路客运接驳的方式 花莲到玉里通车 让民众不必再转搭类火车 可以省下半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花莲到台东的整条铁路通车 估计还要半年的时间 记者陈金燕花莲报道